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用这个交浪咖啡机去冲咖啡的 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机怎么操作 首先呢 这个呢 就是放水的地方 不需要滚水的 普通的室温水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另外分开的一部机来的 就是打蜡的机 这个呢 就是一个拉花的杯 虽然我不懂拉花 但我也买了一个 回来研究一下 这里呢 就有三个制 那 最小这个呢 就是Expresso 浓缩的咖啡 第二个制呢 就会有多少少水 混入咖啡里 但是咖啡的分量都是一样的 那 最大这粒制呢 就是更加多的水 那可能 喝味色咖啡 那之后呢 这个呢 就可以拆出来的 因为这个呢 是放一个杯上去 然后 滴一些咖啡 这个就可以拆出来洗的 里面就收集了很多咖啡胶囊 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清理 所以 所以这些胶囊还在 还在 我应该要倒一倒 好了 这么快就清理完 那 我们看一下 要放些什么咖啡 那 就移动去上层 这里 那 我就不是说有太多 咖啡胶囊 自己比较喜欢的呢 就是这一只 我都不会读过名的 那这个呢 就很适合做 cappuccino 那这个呢 我就觉得是相对苦少少 这个也挺苦的 那它就有雲呢 那味道 和焦糖味 如果你们想要不太苦的话 那就可以选这两个味 其实呢 它是有个表的 我也拿了一份表 那你们到时可以去 我就不拿出来 因为太麻烦了 那你到时去到那间店 你就可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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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會把不同的膠囊混合在一起喝 今天就試試用這個 好像剩下了一粒 裡面就是這樣的 我先放在這裡 之後就開這個雲尼拉味的膠囊 其實個人喜好 如果你覺得兩粒太濃 或者你想要兩粒都同一個味道 或者你只需要一粒都沒問題 這個是我自己喜歡的沖啡方法 沖啡方法才適合 拿完膠囊出來之後 要確保這個東西裡面有水 我現在要裝水 好 這麼快又裝了水回來了 我覺得裝這麼多水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牛奶方面 就是100%的鮮牛奶 全脂帶打出來的泡就會密一點和滑一點 如果用低脂的話 泡就會比較大粒 就是沒有那麼滑 但是如果你想健康一點 又想減肥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用低脂奶 或者燕麥奶 甚至是其他的豆奶 這樣子 噔噔噔噔 然後我就會放這杯在這裡 剛剛好的 這個咖啡機要怎麼用呢 就是推上去 按這個按鈕 然後我就放這粒雲尼拉味進去 然後關閉了之後 我機器就開始很吵了 然後就開始 弄一些咖啡出來了 是壓縮一些咖啡出來的 通常我沖第二粒的時候 不是 我也不用沖第二粒 現在就可以倒好奶了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東西 它裡面其實有這粒東西去轉動 然後去弄到奶有泡的 還有裡面是有兩個黑度 上面那個黑度就是用來打凍奶的傳聞 下面那個就是熱奶的 通常也不會看這個黑度 雖然它有黑度 我通常呢 都是看這一粒東西的 這樣呢 倒到呢 這個這個波波的以下 還有這個有一個按鈕 按一個按鈕 它就會開始打的了 那現在呢 我就加點奶進去吧 加這麼多 已經夠了 然後我就加第二粒交螺進去吧 哎呀 之後我又開始了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我就開始打奶了 那呢 這部東西 如果你打到它自己停的話 它的奶的泡其實都挺緊的 所以我就不會讓它自己停的 我就會打到差不多了 然後我就會停的了 那這件打出來呢 就是這樣啦 之後再轉一轉它 然後就可以拉花了 那其實我是不懂得拉花的 那我會怎樣做呢 我每次呢 我都會嘗試一下拉花 但是每次都失敗 那聽說的話呢 在高一點點的地方 倒下去 就可以混在咖啡裡 聽說 然後 然後 倒到差不多 那時候 就可以近一點 倒 然後 不知道怎樣又 可以這樣拉回 算了 我發現我的泡也打得太緊了 對了 那總之你倒下去了 那 大家可以看到我打了一陣子 它的泡已經是 超 超酷的了 其實呢 應該再打得不要那麼久 就是可能快點按停的按鈕 那杯咖啡就完成了 那我就不會 加糖的 那這次呢 這個泡是打得太緊了 所以呢 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對了 那我就可以喝這杯咖啡了 三下眼呢 我就已經喝完這杯咖啡了 那 通常呢 我喝完這杯咖啡之後呢 我就放回去 然後呢 再開一次 然後我沒有放到膠油下去的 是因為呢 我想洗一洗部機 才洗我的咖啡 你看到那些水呢 不知道你看到嗎 那些水滴出來呢 是啡啡的色 因為我會再洗一次的 通常 那就OK的了 其實 我就會倒一些水去 那你會見到呢 是融不掉那些水的 所以你可以再倒少一點 對了 那接著呢 如果你是一個不冷的 的話 你可以好像剛才那樣 拆回所有的東西出來洗 那之後我都會拿這些東西去洗 那樣的 那就完成了 那多謝各位的收看 今天 希望 希望 你們 你們 會 看吧 不 你們會 喜歡看吧 多謝